今天的Keeper热搜大头条网路上 大家关注什么样的消息呢 首先我们带您看就是欧阳娜娜了 这个欧阳娜娜为了在中国大陆的演艺圈站稳脚步 那么现在呢要表态说自己是中国人 那么她的父亲呢也是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欧阳龙 他则认为女儿呢努力工作 现在有这样的遭遇呢很不公平 另外呢我们就要带您来看到了 这个是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表态要选2020的总统大位 那么他在脸书呢抛出了台主这两个字 什么意思啊 他说呢这叫做务实台独 那台主这两个字呢 就是台湾自己当家做主的意思 好那么另外呢要带您看到 这是台北市政府有一个新的规定了 这规定是说你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开进斑马线 三米内不可以有行人 不然就要开罚 要罚1200到3600块钱 那现在引起了两派的争论 那这个常常在行走的路人就觉得 嗯这样很好这样很安全 但是呢常常在开车的就觉得 很难办到啊 因为台北市到处都是人 那这样不是到处都要被开罚了吗 那么现在这条新的一个规定 这个双方开始这个来论战了 那要持续看一下去这个市政府怎么做决定 另外我们带您看到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现在很胶着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商要撤离中国市场 日商爱普生 现在决定要撤离中国了 而且呢他说两年之后要撤光 同时要裁员1700人 另外我们就带您看到了 这个是我们的郭董 台湾首富 他用行动力挺高雄农民 他在深圳的厂区卖芭蜡 然后呢赚了15万 他说要通通还给高雄燕朝农民的这个乡亲 让网友说啊 这个郭董很霸气 帮忙卖农产品 那继续呢 我们就要带您看最会卖农产品的卖菜狼 高雄市长韩国瑜 现在呢正在香港拼经济 他拜会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同时还签下了八份MOU 合约高达新台币24亿新台币 那么就是要帮高雄的农民 把高雄的商品卖到香港去 所有人起立热烈鼓掌 欢迎高雄市长韩国瑜 这一次出访说要拼经济 当然也要有成果 一起来签署做建议 就算只是签备忘录 韩国瑜在后头依旧笑得好开心 这一签就是十几分钟 八项备忘落害合约包含农予产品 一共二十四点七亿 中国疫苗变成让公主 苏醒了白马王子 虽然金额庞大 但外界解读 这也算是北京政府所给的赏赤 高雄与香港商界 共同扩大台 因为和韩国瑜签约的 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林荣安 虽然是商业大佬 但他也是现任港澳区人大代表 过去也曾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 可以说上达天厅并执行指令 而这趟出访韩国瑜 还是难逃政治题 虽然说只谈经济 还标榜这趟出访全程公开透明 但才第一天立刻破功 一抵达香港就和香港特首 林郑月娥秘密会谈 整个过程三十分钟 但韩国瑜却只说到这 只记得这部分外界也震惊 是否还谈了不该谈的政治议题 也只有当事人最知道 三选人民达人一方 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